一般上被荒废的屋子外观都差不多 经过多年没有人居住 加上一些会生会影的传说 结果荒废的屋子就会被传闹鬼 那么就有一间位于雪州呼噜拉那的一个马来高脚屋 也有许多闹鬼的传闻 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人 有的被奇怪的敲打声惊心 有的更是在第二天早晨起来 发现自己并非躺在床上 而是躺在屋内的某个角落 比如像客厅、厕所等等 搞得没有人敢继续住在这间马来高脚屋 本该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回忆的主屋 却因为一连串的灵异事件 导致屋主有价归不得把一间好好的住屋控制 这间马来高脚屋的现任屋主 是50多岁的苏海米 它是因为叔叔的离世而正式接管了这间 由爷爷和奶奶传承下来的主屋 却万万想不到屋内不断发生一连串的诡异事件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兵中的小南 距离吉隆坡市区约30公里以外的 葫芦朗纳的一个马来村庄 有一间传统式的马来高脚屋 这间高脚屋建于1946年 现任屋主是50多岁的苏海米 它是因为叔叔的离世而正式接管这间 传言闹鬼的高脚屋 苏海米表示由于叔叔单身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他一个人住的 但是叔叔是一个好客的人 所以在他小时候都会经常来探望叔叔 与亲朋却有在叔叔家聚会的 他表示小时候其实从来都不觉得 主屋有什么不妥 在这里过夜也没有感到害怕 可是自从叔叔过世之后 这一切都变了 有一天他要进入屋内取回一些物件 但他才踏入屋内就遭到 无形的力量阻挡趋路 任凭他如何用力都不能继续往前 他当时心里就默念 不好意思 我只是要拿回一些东西 忽然之间他就可以继续往前了 苏海米叙述 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经过屋子 就算有客人探访他的叔叔时 叔叔也死会在高脚屋外招待客人 从来没有邀请客人入屋内 让人感到讶异和不解 而且他曾把高脚屋租给一些印尼人居住的 但是印尼人有高脚屋不睡 却宁可睡在高脚屋底下 印尼人告知 他们每晚入睡后都会有东西 骚扰和踩他们 所以宁可睡在这个高脚屋外的 那一次之后呢 屋主就决定只把这间特别的屋子 租借给剧主拍摄 几乎大部分的剧主人都相信这间高脚屋闹鬼 曾经有制作摄影团队取景时 工作人员感到不适 也有人声称拍到女幽灵的照片 有一次剧主工作人员在扫地时忽然停电 当电灯再度亮起时 工作人员手上的哨子却不见了 而这时哨子竟然凌空扫地 当工作人员想要往前看清楚时 哨子却掉在地上了 不但如此 还有灵异节目团队特定要请一个名为 026灵异录的搜查团队 一起探查这间神秘的马来高脚屋 更尝试与这个灵体沟通 026的灵异录是由三名华裔青年组成 他们会用一些专业的器材 到一些盛传猛鬼的地方 通过专业的器材拍摄和录音 探测该处的灵异现象 一切在磁场稳定的环境中 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指数 而稳定的磁场包括少了电磁波 无线讯号 手机讯号等的直播 01路的成员黄驼宣称马来高脚屋的地点远离城市 它这里的磁场更稳定的 如果是存有其他的磁场比较容易检测出来 当时他们在高脚屋试处放置仪器 并让其中一名成员榴莲待在这个漆黑的屋内 而后在屋内的榴莲尝试召唤灵体 可是忽然他听到有类似敲门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榴莲当时开口问了一句 高达里曼娜 而这时01路早已架设好的四路机 就拍到一个黑影快速飘过 此外呢 他们的仪器在当天也检测出一些不平常的磁场 成员们叫后估计当天屋内至少有三个灵体 拍摄当天节目还邀请了一名 可以看见和感受到灵体的志愿者阿凯 以及知名的高天霸师傅在节目中一起探灵 在踏入高脚屋之前 高天霸师傅只称门前有一个灵体 那么为了让主持人以及志愿者有更深的感受 他先让主持人和志愿者阿凯进入高脚屋 可是感受到灵体存在的阿凯 走到高脚屋的楼梯处上 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 进入屋内马上感到呼吸困难 高师傅担心阿凯会有不测 于是跟着进入屋内 马来高脚屋有三间房 胎色队伍呢 足以查探这个房间 进入第一间房那一刻阿凯就马上被眼前一幕吓着 第一间房有一张床 他形容看到床上躺着一个女人 而且全身是血 疑似这个孕妇难缠 高师傅补充床上的确躺着一个女的 而且他生下一个小孩 但这个小孩为祖月一出事就咬着 而这个女的也因为难产而上令 在第二间房阿凯忽然看到一个人影散过 但没有其他的怪异事件 第三间房有一个衣柜 衣柜上有一个铁纸扣在门把上似乎锁着什么东西在里面 阿凯看到衣柜啊 马上又很不舒服 感觉欲作偶 高师傅先开门查看一轮 过后呢才让阿凯看的 当师傅打开衣柜门时 阿凯的身体自然的往后退 阿凯声称啊 当师傅打开衣柜时 我吓了一跳 里面有一个穿着红衣的长发马来女子 他当时样子很凶的看着我们 另一方面 高天霸师傅宣称屋内有灵体不奇怪 因为该地点属于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 灵体也因此会比较多 其实屋外素虫也有一些但都没有杀想力 他强调 灵体不一定具有攻击性 所以不应该认为遇到灵体就觉得害怕 在节目拍摄过程中 摄影师及一些工作人员都有拿着向其四处拍照 其中一位摄影记者曾网屋内一个镜子拍摄 而诡异的闪镜子中反射出一个 看似女子人脸的样貌 其实这面镜子有许多指纹印 有人可能会怀疑是指纹恰好看似一张人脸 但高师傅则解释 这是灵体而且是个女的 他还说这灵体的脸都看起来是烂了 另外工作人员也拍摄到另外两张看起来是有灵体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是有青色的光线 光线中隐约看到一个类似人形的灵体 师傅指出 这个光线就是灵体通过时刚好被拍到的结界 还有一张照片同样是个不明的人物 虽然看似有点像是主持人 但照片中的不明人物扁嘴扁脸主持人却不是的 据悉三十一世的志愿者阿凯是个女健身教练 装作的身形让他看起来壮壮的身形像个男子 阿凯说他第一次有灵异经验设小学的四年级 来自医保的他在清晨六点的时候到学校 忽然看到老师桌旁有个人影 好像一皮白布 这人影一闪即逝 他表示 这之后我就不断感觉到这个灵体的出现 有时很清楚 有时只是很模糊的影子 阿凯声称 这一次的拍摄比起以前不同 因为以前是无意间遇到 而这次却像是故意去撞见 但经过这次 他自觉对灵界有更深一点的认识了 根据其中一位节目组的团员描述 当他们抵达这件高脚屋时 突然刮起了阴风 加上四周非常忧见 让众人都感到非常不安的 这时师傅突然问苏海敏 这里是否曾经有人去世的 苏海敏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并举手指向高脚屋正对面的一棵果树说 我的叔叔就是死在那棵树上的 原来苏海敏的叔叔当时爬上那棵果树时 突然心脏病发作在树上包庇死去 他接着说 当时叔叔就吊死在树上 师傅爬上去把叔叔的尸体绑下来的 看来他的叔叔对这里很不舍 师傅说道 接着师傅走向这个果树 在树上喷了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之后在这棵树的四周撒了黑豆 喊向南无阿弥陀佛是希望 可以借此把这里附近的阴魂一并超渡掉 而黑豆则是可以让阴魂都远离此处 以确保此处的安全 走出高脚屋外 师傅拿起了黑豆往屋顶上撒 好让阴魂远离此处 来到这里的人不会受到干扰 不过师傅还是奉劝大家不要经常来这里 以免影响运势 同样的他也奉劝这个树海敏 尽量不要到这里 不然会影响到他的后代 师傅说 其实人与鬼共处一线间 鬼魂无所不在 世上的鬼永远抓不完 我们仅希望可以超渡他们 让他们早等极乐 虽然这时间拍摄到许多的灵异照片 我们也无法百分百确定照片 到底是先入为主认为 有鬼还是照片真的拍摄到灵体 但随着科学日渐发达 现在的社会发明了许多探测磁场 窝藏的专业仪器 以及与灵界接触的仪器 像是这次的灵异拍摄团队 就是加上了特别的专业仪器 而这些仪器也有特别的反应 由此团队才发现 要和灵界的灵体接触 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如果日后有更多的仪器 或者不同的方式 那有天或许就可以更清楚的验证 和看见灵异事件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入职的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咯 泰国警方接到报案 有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遗体 报案人是个农民 他在采蒙古的路上闻到一股恶臭 之后在地里发现三块大铁皮 钢板下埋着两大包的黑色垃圾袋 垃圾袋里竟然是被一分为二的人体组织 当时遗体已经开始 很有趣 吼吼吼吼吼吼玺